接下来请收看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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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合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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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转,谢谢 要感谢我们金多彦 大法师 慈悲,护法,慈悲 让我们有机会 一起来修行佛法 修行佛法 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自己 离开痛苦 得到快乐 第二个目的呢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像我们父母一样 也能够离苦得乐 那为了自己 离苦得乐的修行方法 那我们叫 解脱道 也就是各位在缅甸的 南传佛教 修行的方法 打坐 断除 贪嗔吃 脱离 轮回 这个叫解脱道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 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什么精神呢 就是希望所有 不是你自己解脱道 不是你自己解脱了 不能自私 第二个就是观音菩萨的 你也讲 救苦救难 大慈大悲 圆满无碍 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就学观音菩萨 当然有些人拜观音菩萨是求 哎呀菩萨求啊 让我发财啊 儿子生病赶快好啊 这是正常的 那这个不是解脱道 这个是佛教教 人天福宝 就是说求现在做人健康快乐 来世升天不要下地狱 这个叫求 但是话又讲回来 就算你现在健康了 现在有钱了 将来还会不会再轮回啊 一样有轮回 因为轮回很痛苦 所以就像我看到各位还没出家 我就觉得 你也把他冷汗 因为你觉得 有钱结婚很快乐 所以我刚刚昨天来看到很多 小小的出家人 年纪这么小就出家 哎呀羡慕啊 不管他们是什么理由出家 就希望他们不要还俗啊 或什么 解脱 因为世间没有意义 再多的钱 所以我认识非常多非常多有钱人 包括我的家族 后来我发觉没有用 我妈妈得癌症 你把所有的钱都帮给医院 医院说 没办法 钱只是给你方便 不能让你不生病 不老不死 当然话又讲回来 为什么会有钱 这个也很重要啊 你也叫不失得大富 所以昨天我们团体到Sky 去供养一千个出家人 一人供养一万块 然后呢又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药 大前天 我们到那个缅甸最大的佛 大家去供养 我算一算超过一亿缅币 大家第六层 然后呢 造佛像 造厕所 筋骨不好 缅甸人说要造柱子 这样 男人要健康 造天花板 女人要健康 造地板 缅甸才有的 脊椎骨不好 造柱子 大家抢了造柱子 刻上你的名字 你的脊椎就好一点 这个叫人天福报 就是追求现世啦 妈妈健康 这也很重要啊 妈妈健康 老公赚钱 儿子好好读书 那这些 要怎么做 相信因果 善友善报 恶友恶报 所以首先我们当然要守五戒啦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这是基本的 那佛陀说 读一下 持戒得升天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守戒律 你不守戒律 那你现在不快乐 来世也不快乐 并不是说 我不是佛教徒 你们吃素 不要杀 我来杀 跟我没关系 错了 那个行为 主宰命运 跟你的宗教 没关系 所以佛陀说 我们的行为 首先不要伤害到 其他的人或众生 所以再跟我背一次 来 不骗人 口才才会好 不骂人 声音才好听 唱歌不好听 再举手一样 不好意思 爱骂人 唱歌很难听 讲话又沙哑 声音不好听 所以人有人自己的果报 第三个来 不背后批评别人 不讲别人是非 讲话别人喜欢听 你打电话给你老公 你吃饱了 干嘛 给你挂掉 他不喜欢听你讲话 因为你要讲他妈妈坏话 你要讲他弟弟坏话 他不喜欢听 所以背后讲别人是非 你讲话人家就跑掉了 不喜欢听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守戒律 不然以后你连念阿弥陀佛 人家都不喜欢听 我在念阿弥陀经 你不要念 你不要念 很烦 因为背后 讲是非 又喜欢骂人 就不喜欢听 第四个 不讲没意义的话 就是不要随便聊天 佛陀说 要讲话 就讲跟佛法有关系了 不然就保持沉默 对不对 那女孩子讲电话 可以讲一个钟头 哇 念金刚经啊 没有啦 她在念老公怎么样 头发哪里做的啦 衣服哪里买的啦 然后佳佳有本难念的经 她念很久啊 所以事实上讲那个 也没帮助 我们要讲的是 什么方法 可以啦 问问那些法师啊 碰碰啊 怎么解决 那个方法 可以啦 如果聊天 聊是非 所以我常常讲 喝咖啡 聊是非 讲了 跟你又没关系 你贪嗔痴断了没有 慈悲心有没有 你讲国家怎么样 政府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跟你都没关系 这个就 这个就是 没意义的话 所以像我现在讲的 有意义 跟你都有关系 不要骗人 不要骂人 跟英国有关系 所以佛陀要我们守戒律 身体 在背侧 不杀身 可以长寿健康 第二个 不偷盗 富贵 有钱 第三个 不学淫 感情快乐 家庭美满 你这辈子感情不快乐 不要怪老公 你嫁给谁都一样 缅甸会算命 对不对 算命你给他 他就跟你讲 不是别人的问题 都是自己的问题 自己过去是造的业 所以你今年几岁 你今年几岁怎么样怎么样 我来缅甸也研究这个 哇很准 哇很准 我早上又去研究 六点就morning call 五点morning call 又去研究 人家讲这个很准 这个有根据的 这个根据 原来就是 看你的出生年月日 就知道 就是你过去是造的业 所以呢 你到这个时间 就会生什么病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漏财 会吵架 对不对 就好了 那佛法不是算命 佛法是你知道的 怎么改命 这叫佛法 你个性改变了 你心态改变了 你行为改变了 这个叫修行 所以他算命就没那么准了 就会改变了 五分痛变成一分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行 那算命好准 所以我想 第一个 那我们 一定要守戒律 不杀身 不偷偷 不协赢 这样才会家庭感情快乐 那你说 我这辈子对老公很好 他为什么对我不好 你上辈子对他不好 你是男人 他是女人 这辈子患男 你是男人 他是 你是男人 你怎么欺负人家 能不能怎样欺负你 所以 你的邻居 你的工作 你的亲戚朋友 简单的说 你如何对待世界 世界怎么对待你 你如何对待其他众生 其他众生就怎么对待你 我最近经常讲佛经的一个故事 我还在讲一遍 有一个出家人 去树下打坐 很认真 结果一只野猪被追杀 冲啊 没看到他 把他撞死 野猪把他撞死 那人家就问 佛陀啊 这个出家人这么精进 按照你的教法在修行 怎么会被撞死呢 圣迦摩尼佛说 没办法 几年前啊 他刚出家 想要去打坐 搬个石头 压死一只蚂蚁 不小心 那一只蚂蚁 现在投胎做那只野猪 也不小心给他撞死 一只蚂蚁 不是故意的哦 所以这个叫因果 你不小心也不行 也犯因果 虽然没有造杀业 但这个因果 他还是要承受 一只蚂蚁 所以因为了解如此 那我们 任何行为 都要小心 那有些人脾气不好 开口就骂人 那没办法 脾气不好啊 所以你念奥密托佛 都念得不好听 你念大悲咒人家 你不要出声音 因为你拿麦克风吵了 我念完了你还在念 因为你声音跟人家配不来 所以那这些都是你的习惯 那如果你愿意改变习惯 那是最难的 你会发现马上改变了 所以念一下 心态改变 世界改变 心态改变 命运改变 那有一个太太 经常跟我说 我师父 我修行吃素 我先生经常打我 为什么我也没跟他吵架 我就说 我看你那个脸就是天打的样子 你先生讲你 就这个脸很难看 虽然你没骂他 你已经打他了 你打到他的心 他只好用拳头打你 如果你先生骂你的时候 你还是笑笑 OK OK 他不会打你 是你的脸说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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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你心态没改变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怎么改变 所以佛经有个故事 各位听过 有一位有钱的太太 她为了要去拜佛 所以她从乡下找了一个奴隶 来帮她先生煮饭 她留在日就可以去寺庙 拜佛 结果这个小女生 她是个奴隶 虽然长得漂亮 她想要变有钱人 所以她就起了坏心 她用那个最热的水 趁她女主人在煮饭的时候 用最热的水泼女主人的脸 她想说让她毁容 她先生就不要她 就会爱她了 结果这个女主人 当她水一泼她 她看到了 她都没生气 她想说 没有这一位小婢女 我就没有办法去受八观灾戒 我受八观灾戒 受一次八观灾戒 可以生七次天 受两次八观灾戒 可以生十四成的天 哇太好了 所以她不恨她 她水一泼过来她不恨她 结果不恨她 她整个脸不但没有受伤 变凉水 很奇怪 结果旁边的工人看到 就把那个小婢女抓起来打 她说你们不能打 你们不能打 明天我带她去寺庙 你看她还不恨她 她心态改变了 命运改变了 结果到了寺庙 佛陀就赞叹了 哎呦 因为你不生气 你改变命运了 如果那个时候 她泼你热水 你一生气 你就毁容 一毁容 你先生就把你赶出去 然后呢 这个婢女就占了你家了 但是你一念头不生气 改变了 这个悲女还觉得自己错了 结果佛陀一讲的时候 那个悲女跪在那边哭啊 我忏悔 我一时嫉妒心生气 想要抢我女主人的位置啊 她对我那么好 我还要抢她 她就跪在女主人面前说 我发誓永远做你的仆人 所以佛陀又感化她 她不但没有敌人 还多一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心态就改变世界 所以我想各位那么会算命 非常好 至少你了解一下自己 但是最命 生命是你的心态造成的 那如果你要问你的心态如何 问你老婆就知道了 问你老公就知道了 问你的家人就知道了 因为你家人跟你在一起 你有些人 像有一个生意人 他问我师父认真都不赚钱了 我说你看你那个脸就倒霉脸 怎么会赚钱 和气身材 要笑啊 要笑啊 来来来 各位笑一下给我 有些人还笑不出来 那个脸已经变扑克牌 和气身材 做生意本来叫这样 笑笑笑笑 不要生气 生意很好 你都不笑 然后还会生气 就把财神给踢出去了 所以命运 心态 行为 除了守戒律 那各位要开始改变自己的心态 所以经典说 如果你心情不好 不想笑 念一下 南无弥勒尊佛 弥勒菩萨慈不慈悲啊 故意吃的胖胖的 你看到我就笑 他就是要让他叫 欢喜心度众生 痛苦的时候 念一下 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慈悲 就苦就难 弥勒菩萨慈悲给人快乐 所以叫大慈弥勒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就是希望 你去学他的样子 然后你心态改了 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得哀症也好 生病也好 赚钱也好 然后你相信因果 善良的心 慈悲的心 原谅别人的心会很好 所以如果你谦虚 微笑 把对方当做妈妈爸爸 我要来帮助你 对方看到你 就很喜欢听你讲话 讲错也变对 就是听到你讲话 看到你脸就高兴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师父也常跟我讲 因为我都去监狱 写讲课 监狱的人 你看到出家人不高兴 你要给他讲道理 但是我师父说 你进去里面要当做 对方是你的哥哥 爸爸 所以我进去 我不会说 你们这些犯人 等一下换我被打出去 然后你要讲 他喜欢听的事情 所以各位太太 我劝你多讲一些 你先生喜欢听的 你不要没事 他心情还不错 打电话给他 我跟你讲 你儿子又跌倒了 念一下 报喜不报忧 对 要讲好事 讲快乐的事情 他正在打麻将 你打一个坏事 打书回来还打你 他本来快赢了 你一个倒霉鬼打电话来 不回来 不回来 他输了老半天 终于现在赢了 所以因为你这样 一句话 还不高兴 当然讲这个 你要学习 你也讲控制自己 对 你要先控制自己 我不生气 我不骄傲 然后我再来跟他讲话 可以 你跟你儿子讲话也一样 你希望他不要赌博 不要再打电灯玩具 你骂他 你骂他没用 他打得更厉害 你要笑笑的 他两种 一种是管得太严 第二种是不管 就是这两种 爸爸妈妈不在了 单亲 所以他爸爸妈妈太严 也没有用 儿子 儿子觉得家里是监狱 对不对 你不自由 所以他就跑外面乱交朋友 完蛋了 变坏了 因为爸爸妈妈不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爸爸妈妈不能听他讲话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学 虽然我们讲佛法 我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 但是你要很有耐心细心跟他讲 你要用他懂的语言 而且欢喜的跟他说 这一点 就像我自己 我每天照摄影机 我都会看 我讲话有没有在笑 因为唐太宗说 讲话不笑的人 做不了大事 我都背起来了 背下来 讲话不笑的人 做不了大事 人家做皇帝 所以各位你就算生气 你讲话也要笑笑 因为对方做错 好可怜 我怎么帮助他 对方已经做错了 你如果很生气 帮不了对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不用这种方法 真的对不得不的时候 展现一下神通 再来讲 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 生气那么多次有用吗 骂他那么久有用吗 气死你自己 所以当然讲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改变命运 第一个要相信因果 因果这个因就是代表心态 你的心态要先调整 然后讲话 行为调整 然后你的病就会好很多 有些人晚上睡不着 有些人得癌症 得癌症有吃素 我吃素了怎么还得癌症 你嘴巴吃素 心里没吃素 所以你还是不高兴 所以你那边酸 那边痛 癌症 所以医生就会说心态很重要 太紧张 压力太大 脾气暴躁 就会伤害到你的肝 肺 心脏 我认识一个出家人 很正很端正 不做坏事的 但是骄傲 看不起别人 结果呢 不能走路 鸡嘴太硬 个性硬 所以鸡嘴骨也硬掉了 看不起别人 骨头疏松症 没办法了 所以就叫外强中肝 就是变成这样 那个性如果改变 那命运就会改变 所以我讲的这个 还不属于解脱道 我们菩萨道 这还叫人天福报 那因为做人嘛 人很重要 一个人有钱漂亮 但是跟他相处不快乐 那也很痛苦 一个人就算很穷 那这个人微笑柔软 关心别人 跟他相处很快乐 那你让周围的人快乐 你自己一定快乐 你念一下 给别人快乐 自己就快乐 让别人痛苦 保证你痛苦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所以就像佛陀说的 你骂人 就像在空中土壇一样 最后低到自己 所以既然我们修行了 那各位要开始改变 再念一次 不骂人 多讲好听柔软的话 好不好 不好就拉肚子 你要发愿我 不然没用啊 你明天还是骂人 还是骂人 我们师父好会骂人 就讲这句话 师父都在骂人 因为师父脾气不好吗 但是你改变你的 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中国人说 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财呢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为什么福报这么大呢 玉界天福报最大的 玉皇大帝 念一下 守五戒 圆满七德行 五戒刚刚念过了 就是不会损福报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音 不妄语 不喝酒 可以升天 那为什么升天 这么多天神 他做玉皇大帝呢 因为他有七个德行 等一下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这一点缅甸人 可以做世界的模范 因为我刚去美国 欧洲回来 爸爸要打儿子 妈妈要打儿子 打电话警察 就把爸爸妈妈抓走 你不能打的 先生要打太太 马上打电话 警察就把你们两个隔离 十八个月不能讲话 这就是科技进步 可怜 这种情况 就不用谈孝顺了 但是我们缅甸也好 我们华人 中国人 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孝顺父母 第二个 尊敬师长 我缅甸人看到老师弟弟 对不对 不能比老师高 尊敬有智慧的人 随夫报道 第三个 重点来了 来 不骂人 第四个 不骗人 第四个 不说是非 欲皇大帝福报那么大 就是这三个口业 所以中国人讲 沉默是金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大家都知道 泰国人跟缅甸人一样 这边摆佛像 这边挂爸爸 这边挂妈妈 非常好 把他老师父也挂在身上 尊敬师长 孝顺父母 但是呢 嘴巴要修行 不骂人 多讲好听的 不骗人 多讲老实话 不说是非 尽量 当做你不知道 他有缺点 尽量讲他好了 对方高兴 第六个 听一下 慷慨不思 所以各位要习惯 不思 刚刚我们沿路 很多人都在建庙 车子一直停 一直不思 我们大游览车 我们战日法师 干脆换很多一千了 大车不能停 窗户打开 用傻的 缅甸人最喜欢用傻的 前天他们去 我们去那个最大的佛 来不及发 他们去